布农族 摄日传说 在大地刚刚形成的时候 天空出现两个太阳 两个太阳不停地轮流出现 一个西沉 另一个冬出 大地没有黑夜和白昼的分别 炙热的光芒使得河水干涸 农作物干枯 导致布农族人的生活非常困苦 有一天 一对辛勤的夫妇 带着小儿子到山田建立工作 由于天气实在是热得让人透不过气来 于是妈妈将小儿子放在树荫下 并用山羊皮覆盖着 就继续去工作了 等到工作结束 要回去看小孩子时 却找不到小孩子 山羊皮底下只发现一只蜥蜴 夫妻两人认为 一定是太阳把孩子晒成蜥蜴的 父亲 父亲非常伤心 愤怒 决定要把太阳射下来 为孩子报仇 第二天 父亲带着大儿子出发 找寻太阳 启程之前 为了准备路上所需的粮食 他们将两串小米插在耳垂洞上 并在指甲缝也塞满了小米 传说布农族人 只要一粒小米便可煮成一锅饭 临行前 他又在门前种下了一棵橘子树 来计算所花的时间 之后就拿起强而有力的弓箭 往太阳升起的方向 一路寻找太阳而去 前往太阳的路途不但遥远无比 而且艰辛万分 他们翻越了无数座崎岖的山岭 无数条湍急的河流 经过漫长的岁月 终于找到了太阳出没的地方 却因为太阳的热度太强烈 让它们难以靠近 其间 他们尝试了许多种植物的树枝叶 来遮挡阳光 却都一下子就干枯了 最后是靠着家乡的山棕叶 挡住了强烈的阳光 来接近太阳 他们耐心地等待机会的来临 在一次相当接近太阳的时刻 他们立刻拉满弓 全力对准太阳 狠狠地朝太阳射去 嗖的一声 正中太阳的眼睛 太阳溅出的血 洒满了整个天空 变成一闪一闪的星星 流着血的太阳 光芒渐渐暗淡下来 变成了月亮 大地顿时一片黑暗 从此有了日夜之分 变成月亮的太阳 生气地举起双手想抓住他们 但是月亮的手实在太大 手指缝太宽了 每次一抓到他们 布子两就从指缝间溜了出来 于是月亮将手掌和手指沾满口水 一下子轻易地将布子两粘在手上 哼 你们为什么无缘无故用剑射我 你伤害我的孩子 把他变成了蜥蜴 你们也晒伤了骨 使我们布农族人生活相当痛苦 现在我射伤你的眼睛 大家谁也不欠谁 快翻开我们 孩子的死是你们自己照顾布舟 要不是我的光和热 大地万物怎么能活下去呢 你们只知道享受恩责 丝毫不懂得要感恩图报 也不举行祭典祭拜我们 所以上天叫我们日以继夜地 发出强光和炙热照射你们 现在我不想伤害你们 只希望你们回去之后 要依照我的形状按其举办祭典 父子两离开月亮之后 日夜不停地赶回部落 当他到达家门口时 当初所种下的橘子树 已经长得高大茁壮 并且结石累累了 他们才清觉 这趟旅程竟然已经过数十年的光阴 返家后 父子两把月亮的叮咛 转达给族人们知道 并要依照月亮的变化 栽种植物 祭拜月亮 布农族碎石记忆的观念 就是从这里开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